我出20万你出15万之类的 他没有出到20万 您家也没有赔来15万啊 我说的就说 结婚以后都不当我摘你 这是不可能的 这都是情话 情话里头说我给你摘星星啊 我把月亮拿给你当项链啊 如果他没有给你当项链的话 你是不是就要说 你说话不算话 你是个骗子 四川重庆男子负债20万 勿制妻子要跟他离婚 只因负债20万 就给不了20万彩礼了 也为承诺过妻子 让他手指不摘水 女人竟然真的啥家务都不干 而当丈夫生意失败 负债后他想着不是安慰帮助丈夫 竟然要离婚 难道三年的感情就抵不过20万吗 男子很无助求助到节目组 请嘉宾老师想想招 他想留住妻子 那最终结果会怎么样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故事先从丈夫这边说起 你老婆是吧 对 要挽回是吧 对 我想挽回她 你想给她离婚是吧 对 结了多久就想离啊 结了一年半了 结了一年半了啊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海来自 四川重庆是一名厨师31岁 女主人公小丽同样来自重庆 今年27岁是一名大唐经理 没想到27岁的年龄长这么着急 看着像37岁 两人一上台 在赵川主持人口中了解到 当时女方家要20万彩礼 和一套婚房首付 加起来也得要个50万左右 才能娶到她 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 真的挺贵的 只知道江西彩礼38万87 委居全国第一 没想到四川也有这个风俗 要是全国彩礼都像广东一样 不超过5万全凭新义 岂不是不会有这么多年轻人 为了天价彩礼而头疼呢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全国哪个省不需要彩礼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言归正传 当时南方家说 往后把家里房子卖了 再补上彩礼女方也同意了这请求 所以就结婚了 本以为两人结婚后 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没想到南方也遇到经济问题了 就算把老房子卖掉 也不够彩礼和婚房的首付 于是想让女方那边支持一下 先拿出15万把婚房买了先 女方也是不太愿意 但最后两人还是结婚了 可接下来的一幕 着实让人不淡定了 眼看承诺好的彩礼20万 要打水漂了 女子这时候慌了 也为男生自己做厨师 想发展一下自己的事业 就找人借了十几万 加上自己的钱 拿20万多万去投资了 没想到被骗了 那个人拿钱跑路了 接着赵川也质疑到女孩 很多钱 借了几十万的钱 拿去做生意 可是那个人拿着钱就跑了 现在钱就要不回来了 不知道要不要回来了 等于他被骗了 对就被骗了 被骗了为什么要离婚呢 就是因为他现在 把那个贫乏拿去卖 要去还那个债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承诺说 把那个房子是给我 拿来当我的财力的 哦 所以说我要离婚 你这样走 等于就为了一套房子离婚嘛 姑娘你这个 谁听谁都觉得物质 女孩就是太物质了 也为没钱给彩礼 婚房也要拿出来 先卖了还债 此时两人 已经结婚一年多了 没有半点安慰丈夫 却满是埋怨 眼看要过负债的生活 就想着要离婚 也为接下来的一幕 足以看出女孩能否吃得苦 我承诺过说 结婚以后 不让我带一级水嘛 可是现在根本不是这个情啊 也就是说他结婚的时候 两个成果都没实现 是吧 没有 一个女人结婚后竟然 不想干一点点的家务活 还真想让男人宠到 食指不沾阳春水 那也要有这个命才行啊 如果是这个想法 手指不沾水的话 这辈子都别想幸福的婚姻了 也不看看自己啥样 男生当初的意思是 肯定会宠爱你 不让你受委屈 但做人要适可而止 丈夫也是好心想创业 只是运气不好被人骗了 这不能成为你要抛弃 负债丈夫的理由吧 所以说这个社会男人太难了 结婚要准备几十万财力 还要准备婚房 甚至你没有出错的机会 因为很少有女人 愿意陪你从头再来的 屏幕前的你愿意陪自己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 从身无分文 或者说负债累累 重新陪伴着的东山在即吗 有的话请打666 相信男人遇到这种女人 肯定会百倍珍惜的 可现实中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接着赵川问到男生 还有其他事埋着他吗 没有人 你信吗 我信 你看 他不相信 因为男生怕妻子 不同意之前的投资 瞒着妻子投了20万 却跟妻子说投资了几万 这也是怕妻子担心 但此时的男生 在妻子这里没有了信任度 因为来两人 从开始认识到结婚 也就半年时间 并没有经历过一年 孟非曾经说过最好的 认识到结婚时间是一年 也未经历过一年四季 人情冷暖和对方的为人 处事都大概明白了 接着赵川问到女子 对吧 对 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吗 嗯 知道 他们什么意见和态度 就是看我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就是想结婚 我父母也挺赞同我的 就算丈夫和赵川 想试图挽回这段婚姻 但妻子铁了心要离婚 丈夫除了这些原因负债 从头到尾都没有做 其他违反原则的事情 但这物质的女人 却不愿给丈夫一点机会 男人果然不能失败 否则真是比犯罪还可怕 这种女人要来也没啥用 不值得托付真真心了 最后赵川问到 两人离婚后的房子怎么办 房子的首付 你们一家出了50%对吧 嗯 这房子怎么处理 就说如果离婚了 我们会选择 把这个房子拿去卖掉 我们一人一半吧 男子不要再傻了 离就离吧 离了之后专心搞事业 这种女人相信的 也不会找到 什么好男人要她 就算到最后男子 还是维护她是一个好妻子 是自己的问题 从头到尾没有贬低妻子 但妻子却无底线的埋怨丈夫 所以这个婚姻 已经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赵川只好让嘉宾老师出出主意 首先点评的是米娜老师 与您来讲 一点感情都没了吗 感情还是有点点 可是我还是想离婚 因为反正他妈 老师欺骗我 我也三头了 您说的老师欺骗 可是我们在这里头 重大欺骗就只听到了这么一次 就是瞒着您在外头借了十几万 而之前的时候 所谓的我出二十万 你出十五万之类的 他没有出到二十万 您家也没有赔来十五万啊 尽管米娜老师想替丈夫挽回妻子 可妻子还是在乎 丈夫拿不出二十万财力 还背负了一屁股债 树倒狐森散 夫妻本事同林鸟 打那来临各自费 这种女人是不会赔一个男人 吃苦受罪的 接着米娜老师都无语了 如果手指沾水也叫欺骗 那这种公主女人谁能养得起的 只能说她活在童话般的幻想里面 真的要一个男人给她摘星星摘月亮 还要不能让她手沾水做家务 夫妻本事平等的 这样的女人 哪个王爷收回家供着吧 普通男人就别想着她了 而这种女人的思想 就算再结一次婚 还是一样的评判标准 也是会迟早离婚的 接着是曲伟老师犀利的点评 曲伟老师说到男生确实 当初跟女孩说的情话有点大了 没想到真遇到当真的女人了 所以一个男人嘴上说再多 不然脚踏实地做出事情 让人就看看 这样就能比啥都管用 而女人摇摆不定 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抓住男人一点点的错误不放 这也是婚姻中一个大忌 希望两个人能够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再做决定要不要离婚 接着是刹那老师点评 就这样吧 我想说的是什么 两个人都太小孩了 你们把婚姻当儿戏 觉得就是一张纸的事 热恋 然后觉得到了结婚的日子了 去领这张纸 领完了以后出现问题了 谁都在逃避责任逃避问题 沙娜老师说两人都把婚姻当作儿戏了 成年人不要遇到困难 就选择离婚来逃避 而应该证实他 去解决问题就女孩这种行为 就算离婚找一个男生 不可能达到不让你沾水的 这种无理的要求 没有公主 命非要有这种公主病 最后是压轴出场的图蕾老师点评 图蕾老师说这两人没把婚姻回事 如果有孩子了这样的女人 能有当妈妈的样子吗 这样的男人也养不起家 所以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 是两个人同时放下的错 一个男人失败了或许还能东山再起 如果有这样的女人 那就没指望了 因为男人失败后 他会选择抛弃她 继续再找一个 现在的婚姻不像八十九零年代 妻子会对丈夫不离不弃 然后丈夫即使失败了 也有重头再来的勇气 但现在社会中男人只要失败一次 很可能会身败名裂 妻子也会直接撂挑子走人 与其说这个女人有问题 不如说如今社会上很多女人 都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 也不愿意陪伴男生吃苦 既然女人有了自己的选择 那就没必要强求了 你现在根本不知道 这个男人哪点该心 哪一点不该心 离不离婚是你们自己所做的选择 但是你们俩现在的关系 甚至不如从前 结婚到结成了仇人 我觉得每个人现在 不管是离婚还是不离婚 不应该考虑清楚 在这段婚姻当中自己的不足 自己轻视了什么 有哪些地方做的有些冲动 将来不管是在一起 还是离婚 再寻找下一段感情 多多少少 咱们没白解一次 最后丈夫还是做出了挽留 但是妻子执意要离婚 没有走出大门 男生没有原则上的问题 谁能保证自己一次 创业和投资就能成功呢 希望男生化悲伤为动力 做出点事业给这种女人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屏幕前的你有情感困惑 或者想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